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好 上课 起立 老师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这一节课咱们来学习二十课陀螺 首先 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陀螺 陀螺是我国民间最早的娱乐工具之一 它形状是上半部分呢 是圆形 那么下方比较尖锐 从前多是用木头制成的 现代人用塑料啊 或者是铁制的时候 也在制作陀螺 玩的时候可以用绳子缠绕 用力抽绳 使陀螺能够直立旋转 在我小时候啊 我们还经常会玩到这种玩具陀螺 你经常和小伙伴们会在平整的地上 进行这个抽陀螺的比赛 那么这节课咱们学习的这篇文章 就是关于儿时游戏的一个回忆 那咱们来自己了解一下本文的作者 高红波 好的 了解过了作者 让我们打开课本 翻到20课 开始读书 在目的课咰们的节奏 所以我读书 我读书 看句话 我读书 你自己得读书 Ça 和你自己得读书 。 这 ор设-他的声音 你也可以说 哦 读书 你 读书 你 读书 你 读书 当然是在新的一边的运,最好的手作是连练,好的冰杆,坚步嵌额和滚酥,论起来能增加许多, 每个人都个人的,有助于你自己的理解。 他们往往各在想,任何宣布,都不分成钻地的金刚,让它朝北方, 这时你办法,两个人的附罗,同一个附罗,正通关, 将故障在钢琴界中,各自闪移向边,然后按照同一旗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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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拼音读出他们的云字 铁钉 旋转 金兵 恨不得 帅气 欲亮 好 谁来读一读 烧尘 铁钉 旋转 金兵 恨不得 帅气 欲亮 好 请坐 在这里边有一个多音字 旋转 它也是多音字 那什么时候读旋转 什么时候读旋转呢 转是一圈又一圈 叫旋转 转是不超过360度 不超过一圈叫转 转身 那在这篇文章里 陀罗是一圈又一圈的转 所以在本文读旋转 跟老师读旋转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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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谁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 继续 铁钉 铁钉 旋转 金兵 恨不得 帅气 预料 很好 请坐 咱们一起来 铁钉 旋转 预备 请 铁钉 旋转 金兵 恨不得 帅气 预料 去掉拼音 谁再来读 默汉 铁钉 旋转 金兵 恨不得 帅气 预料 很好 咱们一起来 铁钉 旋转 预备 请 铁钉 旋转 金兵 恨不得 帅气 预料 第二组 认真看 第一个词 读 信 跟老师读 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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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 彻底 撤 彻底 溃 溃败 溃败 欲 荣誉 欲 荣誉 丑 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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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豪 好 自豪 先来读一读 美琳 信 小心 撤 彻底 溃 溃败 欲 荣誉 丑 丑陋 好 自豪 嗯 非常好 找一个同学来当老师领读这一组 移成 信 挑信 信 挑信 彻 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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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 溃败 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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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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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信 挑信 彻底 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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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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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豪 嗯 很好 信 挑信 彻底 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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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丑 溃 自豪 非常好 那下面请同学们打开写字本 咱们一同来书写本课的深字 倒整坐姿 身坐平腿 身坐直腿放平 注意三个一 第一个字我们看关注拼音否 否 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字是上下结构 上面是一个不 底下是一个口 否 从字形上我们看到是不要的意思 否 请同学们写一个否字否定 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我们看 旋 这个字要观察它是左右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左窄右宽 左边部分是方 写的要窄一点 右边部分的笔顺 请大家认真看 撇 短横 横勾 不要忘了这个勾 竖横撇 那 我们看到了主笔是最后一笔 那 右边部分写的要舒展 这个字一定要认真的观察笔顺 千万不要把它和旅游的旅混淆起来 好 请同学们写一个旋转的旋 旋 首先关注拼音三拼音节 旋 我们观察左右结构 左窄右宽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它是两点水 不要写成三点水 好 写一个情况 下一个字我们看冰 注意它是鼻后音 音 冰 我们观察这个字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我们看到上面是我们原来学过的山丘的丘 底下是撇点 好 同学们写一个冰 是冰的冰 是冰的冰 左边部分的背 我们看写的要宽 右边的反文 这两部分还是比较匀称的 所以写的时候 同学们要关注这一点 提醒大家 反文是撇横撇那 是四笔写成 不要把它写成折文 折文是撇横撇那 是三笔 所以这里是一长一横 一定要记着 好同学们写一个 拜 仍 我们仍然发现这个字也是鼻后音 嗯 仍 左右结构单人旁 那么左展右宽 右边部分写的时候注意笔顺是横折折勾 最后一笔是撇 好写一个仍然的仍 好写一个仍然的仍 我们来看这个字 一定要记着最后有一点 它和龙的区别是少一撇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行进字的方法记住今天学的尤其的尤 同学们写一个由 好我们来看第二行 第一个字 恨 我们可以用换偏旁的方法记住这个生字 原来学过的狠 单人旁 还有狠独的狠的 凡犬旁 变成了树心旁 就是仇恨的恨 恨不得 同学们写一个恨不得的恨 下一个字是帅 我们看这个字比老师的诗少了一横 所以我们可以用行进字的方法记住今天写这个帅 好我去写一个帅 下一个字预习的欲观察左右结构 我们会发现它的左边部分一定要注意这里没有那一撇 一定注意它这个笔顺是横折点横勾 竖勾 没有那一撇 所以不要多加一笔 那右边部分是一个叶 一叶说的叶 所以这个字最容易多加一笔 同学们一定要小心写一个预习的欲 下一个字 滔 帮滔的溃 溃败的溃 三点水 用加一加的方法 我们原来学过的贵 珍贵的贵 加上了三点水就是溃 好 用加一加的办法写一个溃 下一个字 我们看 品 三口 品字结构 上面口 底下两个口 它们大小匀称 注意帐位 好写个品位的品 下一个字 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写的时候它的笔顺是 横折横竖横 好 好 从下面注意它的笔顺 写一个丑陋的丑 下一个字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字 一定要注意 底下部分 我们看是一个加的写法 那么用这种观察的方法 我们可以很快的写出 上面是点横中间一个口 底下部分是加去掉了一点 用这样的方法写一个自豪的好 好的 同学们把写字本放在边上 下面我们来看这一节课 我们来用了哪些方法实际生字呢 首先我们用了加一加的方法 记住了欲习的欲 我们还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 记住了溃败的溃 那么我们还用到了幻天旁的方法 在记很 恨的时候 我们可以回忆原来学过的很 用幻天旁的方法记住这个生字 在这篇文章里呢 我们看丑这个字 它的演变过程很有意思 同学们仔细看一看 最开始是说 爪子很丑陋很难看 因为这个字形慢慢的演变而来了 最后的丑这个字 它在甲骨文里就像一只鸟的爪子一样 后来呢就演变为丑 丑这个字 容易写错的地方就是天旁 千万记得它是两点水 不要写成三点水 我们可以组词情况 有这个字 容易出错的地方是中间这个部分 一定要注意不要多写一笔 加一笔就变成了龙 朋友们可以来区别一下这两个字 好下面我们玩一个十字游戏 同学们做好准备 请你快速的喊出旋转的陀罗大的名字是谁 是旋转 预料 溃败 荣誉 自豪 非常好 谁来单独读一下 一辰 旋转 预料 溃败 荣誉 自豪 很好 请坐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课的重点词语的解释 第一个词语是来给大家读一读 我喊 顾名思义 从名称想到所包含的含义 好 比如我们可以说 课代表 顾名思义就是某一学科的代表 就是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知道的意思 就叫顾名思义 第二个词语谁来读 美玲 无论不类 指不像这一类 也不像那一类 形容不成样子 或不规范 好请坐 我们看 她那身打扮 怎么看都是不伦不类的 表示怎么看着都不规范 下一个词语 继续 摇头晃脑 形容自得其乐或自以为是的样子 本课指别人的陀螺自以为是 认为能击败我的陀螺 好请坐 摇头晃脑 我们看到是形容一个动作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人很得意 那么文中指的是能够击败我的陀螺 就觉得非常的得意洋洋 好下面嘲笑我们来看 他的意思是说用言词笑话对方 那本课指的是别人笑话 我的陀螺太丑了 好 预料 记者 预料 像指示前做出的推测 好 比如 这件事是否成功 并非我能预料 并非我能预料 就是我不能提前得知 什么叫不重声色 少陈 在警惕情况下说话 神采 人跟平时一样没有变化形容非常镇定 很好 它是来形容一个人内心非常镇定 在情况有变化的情况下 但是脸色看不出来 比如 面对严厉的考官 他不动声色 神情镇定自如 好 下面 请同学们 再次走入课文 把每个字眼段标上序号 按照老师的提示 来说一说本课的思路是什么 走入课文 借名 grip 你 你的目标 在这里 神情 靠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是德陀螺 然后继续是豆陀螺 最后是悟陀螺 很好 请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坐着给我们来介绍陀螺 然后呢 又讲了它的制作过程 下面就是得到了一个陀螺 重点写豆陀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 所以全文以陀螺为线索 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来记述的 请同学们把这个思路抄在书上 好的 同学们 理清了文章思路 下面我们就来想一下 谁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 这篇课文先写什么 再写什么 最后写什么 记着 这篇课文先写我的陀螺被嘲笑丑陋 再写我和朋友比赛 最后写了我的陀螺战胜了 说明了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粮的道理 好 请坐 我们来看 这篇文章先写我的陀螺 觉得非常丑陋 被小伙伴们嘲笑 接着写了我和朋友之间的比赛过程 最后结果是我的陀螺战胜了别人 那么从中我就得到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粮的道理 请同学们自己来读一读文章的主要内容 课文先写我的陀螺被嘲笑丑 再写我和朋友比赛 最后写了我的陀螺战胜了 说明了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粮的道理 好 下面请大家打开练习本 我们来检测一下本节课的学习效果 第一道题 看拼一些词语 请同学们认真地看准拼音 ED D 好的,同学们,先来读一下自己的答案 美临 是否 尤其 仍然 摇头晃脑 不可预料 自豪 很好,请坐 同学们来对照一下 看你写的生字里有没有出现错误 如果有的话,及时纠正过来 好的,我们来走入第二题 连线,谁来读一读答案 王涵 第一个拼音连弦 第二个拼音连框 第三个拼音连仁 第四个拼音 第四个拼音连否 第五个拼音连冰 第六个拼音连拜 第七个拼音连丑 第八个拼音连溃 好,请坐 看来生字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否 悬 矿 预 预备,请 否 悬 矿 兵 败 人 溃 丑 很好 很好 好,第三题 同学们从文中找出答案是什么 好,谁来读一下答案 记者 人不可冒相,海水不可抖凉 好,请坐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 人不可冒相 预备,请 人不可冒相,海水不可抖凉 这是文章的中心句 也是作者从瓦尔陀罗得到的一些启发 好了,同学们 第一节课我们就学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就跟随作者走入瓦尔陀罗的过程 并从中学习到作者的表达方法 这一节课就学到这里吧 赛课 起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再见